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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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岁 户籍河北燕郊 离异职业皮肤激光医生 您知道皮肤激光是干嘛的吗 咱们某种皮肤有这枚假皮 您是搞中医由内而外的调理 对身心骨质 天正道 它呢做的是外面的皮肤管理 对吧 您应该解释解释 可能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还不太知道 这个皮肤激光是干什么的 皮肤激光医生呢 其实它属于皮肤科的二级分支 现在是属于美容皮肤科 其实它解决了什么摄疏疾病 血管疾病 什么疤痕 还有痣啊 血管这些 用医疗仪器 已经走坑了 让人变得更美更年轻 年轻 对吧 逆龄 要不要深入地了解一下 要 好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 对面守南千场上的两边 能否擦出来的火花 接下来进入更想懂你环节 先生是在流利河 是有一个五十多平的两居室 现在一个人住 每个月退休金是四千多 然后有一个女儿已经结婚了 你是呢 我现在在北京有住房 租的还是买的 自己买的房子 是在哪儿啊 在后杀玉 多大呀 七十平的loft 可以 是一个人在住吗 对 每个月的收入情况 几万块钱吧 好 孩子呢 我一个女儿 结婚了吗 结婚了 也在北京吗 我也是姥姥 我的小外甥两岁了 这么年轻 就是因为他在顺义生活 我就在顺义买的房子 后杀玉那块 所以离得比较近一点 对 自选的问题 想互相了解一下吗 想深入了解 想深入了解一下 好 那我们四号女士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 接下来进入原来 是你环节 从一二十年 他说我们回不到从前了 我还年轻 二十年一直都是做皮肤科大夫吗 90年中国一个大学毕业 95年就进主子医了 然后我96年在协科医院进修 我就喜欢北京 我想通过各种方式 比如说考研究生啊 或者是跟医学相关的这个职业 是从哪来到北京 辽宁 辽宁 在之前也一直在 儿科主子医 怎么转到皮肤科了 就是我们2008年出来的医生 是没有职业医师证了 那怎么办 然后我就到北京的海淀区卫生局就问 他说那你得重新参加考试 因为我是大学本科生 可以参加考试 我说那我就考 我考了两年 我拿到那个职业医师证了 然后我就到空军总院 激光中心进修 然后一点点进完修 自己找工作 然后又换工作 然后越换越好 现在就是我感觉我能 还能进能退 我可以往前再走一步 去拿到皮肤科的主枕 而可以退一步 就是我一半的工作时间去工作 一半的时间回到家里 现在的情况是在一个美容诊所 在一个门诊部 在后撒狱的一个别墅区的门诊部 做一个皮肤科的负责人 这个跟你挺搭搭 是吧 不离层次 就是感觉我还是不行 人的层次太高 他这个文化水平还有就是不大 现在大家对这种美的要求是什么 跟原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年轻化 比如说五十岁的人 想看起来像四十岁的样子 四十岁的人想看起来 他想找回他三十岁的样子 然后毕业三五年以后 那种二十五或者三十岁的人 他想找到大学生的感觉 二十五六岁还需要做 这种医疗美容吗 已经步入这个家庭的这种像一个生活方式一样去做了 九零号过来做的都很多 他们可以做都是微创 所以现在收入也会很高 然后客户应该也很稳定 对 有想过自己开一个美容诊所吗 这个年龄和我这个现在的这个状态 我觉得那个想法先放一下 现在安心工作 安心找到我自己的那一个伴 想组织一个新的家 说话挺好的 他得找文化有匹配度的 我一三年离得婚 他当时是跟你来到北京了吗 我九七年来 他九八年来的 我女儿是九九年来的 这一家伤口就是三年内都来了 那个时代像二十年以前 社会机会挺多的 人都抓住这个机会 然后我也抓住我的机会 他也抓他的机会 然后各自工作 可能沟通的就少 我比较偏内向的 然后等待别人去跟我多沟通的那样的 但他原来 比如说我在原来在他面前 我可以小任性 然后可以等待他去 就跟我主动沟通 但是他的感觉不太好的时候 他就不会跟我主动沟通 那我也没有 那一定是有其他的原因 工作上不太一样了 原来他是编辑 在当地也是很有名的 有影响力的人 到了北京 在这个北京这么大海里 他有点找不到自己的感觉 反倒你发展得比他好是吧 我算比较顺利吧 也没有好哪 这比较顺利 那你一个月几万的收入 在北京也不低 对 他肯定是赶上你的收入吧 对 所以这是不是你们俩人 一个矛盾的一个很关键的点 对 13年10月份的时候 我就问他 我说你以前说 我们没有以前的感觉了 我说你那个 以前说那离婚是真的吗 他说真的 那我们第三天就办了手续 那个时候你为什么想开了 这期间有五年的时间 还是一直都是沟通的不太好 到甚至不沟通 不说话了 不说话 在一个屋子 然后是三个地方 我女儿她和我 那不可以你比他强 你来养家吗 我可以接受 他能接受吗 但是他现在又回想起来 他不想去按照社会那个要求 说一定要去 有一个什么成就 才是成功的人 所以他不想缩短我们之间的距离 我也在用后来的那五年 就是告诉他说 我可以接受你 就是现在这个情况 因为毕竟我们都是有孩子 而且从老家一起到北京来的 但是这个过程沟通的 不像我现在想的这么平淡 就是反正还是不接受 大约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其实你一开始不接受这样的状态 等有一天你能够接受了 他不接受 但是你们两人已经没法沟通了 夫妻之前跟两人的那个地位 是很有关系的 经济是吗 比如说他现在挣五万 他老公挣五千 那肯定他的要求就高了 就是不是他内心的要求高 是他每时每刻的这个行为上面 就会告诉他的提醒 给先生压力了 所以他说回不到从前了 婚就离了 是吧 但我想对就像你说你还年轻 然后收入也不错 这几年应该有五六年的时间 也没有碰到合适的吗 没有 我没找 甚至有介绍的 我可能在两天或者是一周 就完全回绝 为什么 我是想找一个就是对方 有他即使就是一个平 普通的人 我希望他有一些让我欣赏的 有闪光的地方 比方说他是一个普通人 什么地方是可以吸引您的闪光点 基本上这个我觉得能吸引我的人 还是比较勤奋的 比如说爱爬山 那他就是经常带我出去跟他去爬山啊 走啊 或者比如说他爱画画 他妈就从零开始 他一直能把这事做 做得好 带着我也去跟他一起 把这个爱好 有始有终的这样 因为我好像也想就是有个伴 一起做这样的事 如果这么讲 我们的三号先生倒是有自己的爱好 可是您觉得他合适您吗 我觉得先生挺优秀的 刚才讲 他会懂得一些中医 中医 中医 中医什么事 我觉得还是要看 骨科研究院哪儿哪儿 但别说话 多了解一些 看看演员吧 您是要多了解一些其他的先生 还是要多了解这个先生的其他方面 可以了解更多的人 更多的机会 所以可以理解为您是拒绝了先生吗 我觉得先生倒是很好 他也会有他 找到一个他喜欢的人 或者是您适合您的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就暂时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我们让女士来见一下下一位先生 好吗 最让我有感触的是 您和前夫的感情生活 其实我觉得他是个挺不错的人 因为他会为了您的理想 其实是放弃了他当时的 就是很稳定的生活 我相信他可能对于在辽宁 当时他的环境是比较满意的 更多是为了家庭的完整 为了配合您的理想 那他就选择被说服 然后来北京试着闯一闯 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 他其实迷失了自我 所以我听了这一段 我觉得特别感触 一个人究竟应不应该为了家庭 和为了婚姻牺牲自我 我现在的感觉 我觉得其实是不应该牺牲自我的 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虽然家庭很重要 但是当一个人没有了自我之后 其实就不能够给家庭和爱人 真的是那种情感的滋养 我觉得您爱人最终做的 这个离婚的决定是对的 因为您说我接受你 没有那么多的收入 你想干嘛就干嘛 其实出于对过去生活的 一种惯性 对过去完整家庭的留恋 他那个时候其实是清醒的 知道即使是按照您说的这样去做 去妥协 其实生活也回不到以前了 所以在这里 我觉得你前夫是个挺好挺好的人 谢谢 这一段感情生活过去了 从这也能够看得出来 您是一个对自己要求蛮高的人 我也相信您一定也是 对爱人有要求的 这没有什么羞于其耻的 反而面对第二次感情的时候 您的要求越清晰 越直白 对于大家的时间和精力 更是一种节省 对对方也是一种尊重 所以我设想您的生活环境 您更需要的是一个 其实能够志同道合的伴侣 我也能理解您说的 要勤奋是什么 是说一个人要对自己有要求 您呢 要更自信更大胆一点的 把这些想法直白地说出来 能够节省双方的时间 提高择偶的效率 收入高的一方 有时候离婚了 其实他心情也不好过 不管你这辈子 不管挣多少钱 他说最后 你有一个完美的家庭 你是最成功的 当你告诉我 你择偶的要求的时候 依然是你前夫 一个特别的有内涵 爱学习 有一个爱好 一辈子不放弃 然后呢 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 不求他像我一样 说每月挣个三五万 对吧 他只要努力 就可以 其实简直就是 你前夫的翻版 所以特别希望 您再次择偶中 第一个 我们遇到了一个 特别大的一个难关 就是什么呀 岁数太大的 除非这个人 特别有能力 足够您仰视 没问题 如果跟您年龄相仿 依然有能力的 可能就不找你 这个年龄段 所以我们叫做 可遇不可求 就得慢慢碰 就特别希望 您那个 能够碰到一个 就是和您来讲 匹配度特别高的 那我们来见四号先生吧 好吧 掌声有请 老师好 你好 你好 欢迎您 你好 认识一下 你好 你好 什么意思这是 来 换个位置 应该是六十一岁吧 七十一吧 应该像七十岁 四号男嘉宾 迪杰 八十一岁 北京人 丧吼职业 燕山动力厂职工退休 八十一岁 没错吧 真把业 真的 身体真棒 感觉很乐观 说六十五岁 有问题是吧 好运 然后如果再把他 送到您那儿 就能变成五十八岁 这先生看上去很乐观 思想很开放 很乐观 八十一岁 您这头发也没染吧 我染他干嘛 妈呀 这真不像啊 这身体状况 香港啊 对 但现在是这个问题 不管您对女士的印象怎么样 但你们俩人的确是有年龄差 您的想法是先回到观察室吗 对 好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暂时先回去 不管这老伴找得有多好 这个保健自己 保障必须得有 保障和保健 保健这两个必须要有 真的不能疲于奔灵 咱们来了解一下 我们的迪叔叔啊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 有没有长生不老方 我们来了解一下 进入原来是你环节 家具是都是自己打的 两长辈子的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市场 是吗 市场 你要是看病啊什么之类的 看病更甜更近 更近啊 50米 你这样能看见是吗 你看啊 你闻见 你看哪个是 那高楼 那高楼 这点黄的 是不是 这是什么意愿 这是人家画意愿 这不是一抬腿就倒了 对 叔叔 我看您客厅的这把小椅子 应该上年头了 是吧 够24年了 这就是我自己打的 哦 这是您自己打的呀 20多年了 叔叔 您这年轻时候 叔叔 没少打家具 对 你看这个都是我打的 上礼物你来看看 那多贵 礼物还要您打的 有 我的事儿 我这一半天扔了三套 哦 就是这个是吧 嗯 和我退休主打的 245年了 这个打了客户 一个礼拜吧 这边也是什么 这边也是 这就是一个衣柜是吧 这也是 对 这是组合柜 这是这边一个 哦 组合柜 那除了这个还有其他自己的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你看看 这个 哦 这个衣柜是吧 对 这是您自己打的 对 你看箱子结婚时候的 哦 什么 箱子 哦 这个箱子也是您 这可以个年头了 哦 这也得够去 现在60多年了 60多年了 哈 结婚时候了 哦 那像这个柜子打了多久啊 这个 七公米狗 你像我给你打出来说七个公 七天是吗 就是七天 这镜子是我自个儿造的 就是这一般家的 连雨桌 这个 这样的 掉了 镜子也能自己做啊 那这在厂子有这什么嘛 水盐 哦 带个零件水 哦 带十点这个蒸鱼粉 哦 这三种一配 真的吗 它这也是一种精密的计算 尺寸 那个 那供母水 后来这些年 所有的就是 做木工那些器具呢 都是电动的 那个就很省事了 对 过去呢全靠体力 体力手工凿啊 砍的锯啊 都能吃苦的 都能吃苦的 做木工很累的 几个孩子呀 四个 四个孩子呢 我现在都有虫孙妞了 哎呦 我大孙妞都三十亿了 大学毕业这 刚结婚一年二年吧 那您家是一个很庞大的家族呀 现在反正十六七猴 是吧 都 他们都有房了 那为什么今儿就您一个人来的 他们说我四十大 您旁边那现什么眼睛 我说我呀 连六五二 我压根没上过这个电视台 这儿来过 就是好家伙一来 我这转腰子今儿了 您不是来这个我们电视台 一日游的吧 看看挺好 原来录节目就是这样的 我自己应当找一个 可是孩子啊 有点说不乐意似的 我这跟郑大帅人 再给我找一个妈 我说我找的是老伴 我一人我在燕山主 晚上就是我自个儿做饭 早清我就是买点吃 对 但有个伴 去看您这身体 能活到一百二十八呢 我是 一百二十八到现在 还得活到将近五十年呢 你别活 可不再有个伴呢 能活这么好些年 反正我这么算一下 你像我叔 干一辈子农吞活 赶车弄我的 人现在还半分了 自个儿还能多饭 基因给你再好的关系 你自己不断地认年也不行 您老伴走了多久了 97年 这么长时间啊 您一直单身到现在吗 17年吧 对对17年 大家说97年 我就以为都走了二十年了 17年 老伴那天 这两床辈子的爱 是指您老伴是吧 他自个儿知道自个儿活不了似的 进桥子 我们照着个相片 他做了一床辈子 给我做两床辈子 把我这衣裳都给洗的 都这么落在柜子里 我心里 我说你干嘛 受症来干嘛 是呀 那会儿您也不知道他病了是吗 知道 肺 赵沸这儿有一条黄线 有点小不点黄点 人家大夫就说 这儿走了三了 都是这病 顶多两月 少了一礼拜 他真是一礼拜就死了 一个礼拜啊 这晚上 所以自己他感觉不太好 给您做了两床被子 放心不下您 是 把衣服都洗了 连我这衣裳全给洗了 我说你干嘛 受症呢 干嘛呀 是 是啊 我就没想到这么快就死了 是啊 这个生命吧 有些年轻人现在 就是 极力的 玩命的看啊 熬夜啊 就是消耗自己的心理 你知道吗 心理好干了 你也就完了 我这真不分年龄 那想长个什么样的 您怎么想啊 因为您这岁数在这儿 您想长个多大的呀 您怎么考虑啊 六十多岁的 身体 哎 见到哪儿 别别回头干有毛 这是不聊的呀 之前的女士 您觉得哪位比较合适啊 昌平的吧 这是昌平的吗 就是有一堆房子那位女士 是吗 六十二还六十三的那位 是吧 哦 您觉得她可以 是不是啊 我找她没什么毛病 挺帅的 来 我们的三号女士 四号先生 看中您了 觉得您挺好的 长得又漂亮 脾气也挺好 笑木子的 是吧 又健康 这个您 您对我们 这四号先生的印象 怎么样啊 身体挺好 挺健康 啊 就是岁数 比您大点 您怎么想 嗯 我觉得我们不合适吧 哦 为什么呀 我 我有我自己的一个期许吧 好像 共同语言 或者爱好方面 年龄方面 我觉得都有点差异吧 有点大 哦 这个爱好什么的 还没聊呢 可能这个岁数 您是有点接受不了 是吗 是的 刚刚 递出个橄榄枝 就被人给推回来了 但是您也别失望啊 也的确 叔叔状态特别好 可实际年龄 是有过了八十了 这种人的心态呢 他一是他身体好 第二呢 他就是双重因素 找一想到 能多照顾他很多年 您的房子在哪啊 大燕山 多大呀 八十多点 自己一个人住啊 就现在 要不就一个人呢 是您名下的吗 是啊 您名下有几套房子呀 我自己 我就这儿住的 将来村的 还有我一套 那还没盖完呢 您如果就以后啊 比方说您长了个 六十多的女士 比您小那么多 如果您走在 人家前面了 那这个后边的事 怎么办呢 我燕山这儿这个 他能住 住的他老 可是归他不行 这孩子 跟我花钱买的 六十岁 找四十多 还有找三十多的 完了之后 甚至说七十岁的 想找五十多的 找五十多的呢 房子还不是给人家 就说你走哪儿 你该走哪儿 他们觉得现在 好像女性吧 太多单身 我不要你也成 多的很我在选 但是你要成了呢 你就是保姆 家老婆 双成的作用 但是我又不负单身嘛 完了 钱呢还跟你 斤斤计较的 他都没有想过 一个关键问题 这些人没有明白 你儿女都指不上 你跟这个后老伴 就是两个人 在相互隐末 过这个 共患难的这个生活 是最关键的地方 比如你这样的病 儿女保不了 我赶紧给他打 打电话送医 陪他送医 送医 送医 给你做饭 做饭 这个老伴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才没付出 不是 他们现在呢 不屑一顾 拿那个老伴不当回事 没当真正自个儿的老婆 我生命中第二次 有多么重要 住到老这事 你能做主吗 就能说这儿真成了 我就得跟他们商量 我这家一说四个孩子 俩闺女俩儿子 我不跟你商量成 人家给你几十年二十年 跟你到中老 你的孩子可能一脚就 把人踢出去 比如你说我妈 你不能继承我家财产 人家凭什么 我离你不活了 我凭什么陪你 在没有感情的基础上 这样是算交易 我照您这么一听啊 这几个孩子 特别希望您就别找了 省事儿 是这意思吧 对 省着到时候您弄下一堆 这个理不清的事 让他们操心 对 所以您千万不能找小的 是 找小的他们更得警觉了 这来的是不是弄房子来了 所以这得打成热摇 不能要小的 您凭我小老天 您别点 您还要多小啊 六十就太小了 您找一个跟您差不多的 是 人家也不差钱 也不差房子 对 但是这老太太呢 也特别想找个老伴 孩子们通情达理 是吧 如果说你们俩过 身体好的时候就一起过 身体不好了 各回各家 各找各的儿女 这个可能是你们家孩子的愿望 知道吗 您听我的找七十五岁以上的 好找 您明白吗 行 那咱这样把五号女士请上来 先了解一下她的情况好不好 行行行行 来 请上我们的五号女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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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您这二人愿意 您是同意的 是吗 那咱先来了解一下 辽宁人是在北京生活吗 在胡罗岛 那您这次专门从辽宁来到北京的 对 是要以后来北京生活还是 认为我要是找一个 能互相包容 互相体贴 互相理解的一个伴侣 不管是辽宁或者是北京 不是问题 好 那问题就来了 如果人家不嫌弃您 人家愿意救后您的这个年龄 他就要到北京来跟您一起生活 那就会存在这个问题 那以后如果您走在前边 他住哪儿 他怎么办 这孩子也不乐意 可是叔叔说实话 就咱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条件 因为年龄不管怎么样 已经实际到这儿了 如果这些问题 咱们没有给别人更宽松的一个环境 咱怎么找啊 还是不行 是吧 没有房子 那人家有房子 人家找您干嘛呀 不是 那不是这件事 他有房子都互相的将来能什么 我为的是我找一北京附近的 我那儿待你了 上这儿待了一天去逛公园 我是这意思 他在这儿待你了 上我那儿待两天 我那儿也不来 所以这都是您想象的美好 我想象的 是吧 老婆挺清 脑袋挺好 清醒 我觉得他们这掌真的没算命的 他得多珍惜这个老板 是不是 这样才能 因为这个人生最难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最后这二十年 对啊 而且你这个时间不会短 你看这个老婆这样的 我怎么可能跟你 我跟你能谈着吗 可能有些事 我们叔叔还是要再想一想 是 对 好 那这样 我们先回到观察室 接会儿啊 有想过可能找这么大岁数的吗 这个倒没想到 因为我都62岁了 我应该找一个成熟稳重的 不拿这个爱情当儿戏那种 都到这个岁数了 他不成熟他也稳重了 是吧 其实有的时候 需要考虑一些别的问题了 我们来了解一下吧 王女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 接下来进入原来世女环节 贤妻良母 二十分钟两相隔 她的一致 我让我来说 还不必要认适 我想知道 我 пост认识 咱们看他 那帮我 他真是 我是 这 不过 我 1997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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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五号女士就看中了三号先生 您看中的三号是什么呀 五十 看中中 咱们老妹妹 这相见是缘分 偏移而行 我希望咱们结在一起 看您美文大王 您特别办事欣喜 我那乍海呢 我这最需要您管理家庭 需要你这么一个老伴 共同奋斗这个最后后半生 是最重要的 真幸福 您到我家 以您为管理为主导 那像花吧 哎呀 恭喜两位 来 牵手成功 来 来 走到这边来 哎 好 四号叔叔 怎么样啊 我就不像了 缘分就是这么妙不可言 有的时候也许我们也没有发现 这个在什么地方能擦出火花 当火花真的擦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作为旁观者 我们就深深地祝福他们 也希望在下一届集体婚礼 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 那今天的选择到日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七十岁的李先生 晚年选择在养老院度过 但 六十五岁的苏女士 晚年选择与子女一起生活 但 喂 妈 我晚上加班不回去吃了 六十三岁的张女士 晚年选择与朋友一起度过 但 看看都这个点了 咱们该吃饭去了 行啊 咱们吃什么呀 又来电话了 老公 不一样的选择 不一样的生活